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 我是Rose,石金霞 我们一起读圣经《列王记上》 今天我们一起读《列王记上》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 神对所罗门要审判了 第十一章里我们也就看到 所罗门的败坏 就是达到顶点了 前面主要是看他生命中的这个破口 那个破口 那我们知道有了破口 然后你不去医治 你就会变成破伤风 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看 这个最大的破伤风在哪 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 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 就是摩亚女子 亚门女子 以东女子 西顿女子 赫人女子 论到这些国的人 耶和华曾小遇以色列人说 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 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 去随从他们的神 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 这个圣经写的是非常的耐人寻味的 所以呢 你看啊 他说 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 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 也就是说 他这个生命的破口呢 这是很早的 就从他娶法老的女儿为妻就开始了 但是呢 他非但没有止住 没有赶紧拿个窗壳贴上 是吧 他还给法老的女儿建王宫 是吧 然后呢 他还娶了许多许多的外邦女子 宠爱他们 摩押亚门 以东西顿赫人 那我们看这个次序就是越来越远 因为你想啊 摩押亚门和以东 好歹跟以色列人还有点亲戚关系呢 是吧 然后推演到西顿赫人 而这种行为呢 实际上是耶和华呢 是早就小于以色列人的 就是不可以通婚 因为呢 这些外邦女子一定的会诱惑你们啊 去随从他们的神 可是所罗门呢 却恋爱这些女子 那么有多少呢 所罗门有非七百 都是公主 还有贫三百 这些非贫 又阔他的心 那么一般呢 就是这个非呢 这是原文的话 是妻 贫呢 就是妾 所以我翻译成了中文 就把它翻译成了非贫 因为呢 你想 他娶的都是列国的公主嘛 所以就娶过来 就都是都是妻 都是妻啊 从法老的女儿开始算起 就都是妻 然后呢 可能还有一些 一些这个啊 这个这个 比较比较小的 什么小诸侯啊 是吧 这个啊 一些杂族啊 是吧 估计呢 取过来就成为贫 那么他一共有 有一千 你想啊 他有一千非贫啊 这些非贫 诱惑他的心 就都是外邦人 啊 都是外邦女子 所罗门年老的时候 他的妃嫔 诱惑他的心 去随从别神 不效法 他父亲大魏 诚诚实实的 顺服耶和华 他的神 我们说大魏呢 他也娶过外邦的女子 但是呢 外邦的女子 并没有在这个信仰上 影响大魏 啊 可是所罗门就不同了 啊 就是这些外邦女子 真正的就是在信仰上 影响了所罗门 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看 因为所罗门随从 西顿人的女神 亚斯塔路 和亚门人 可证的神 米勒公 啊 那么 西顿人的女神 亚斯塔路 啊 那么这个亚斯塔路呢 就是有的说呢 他是这个巴黎的这个妻子 配偶啊 也有的说呢 他是巴黎的妹妹啊 那么这个亚斯塔路 这个女神 那就是如果你要是啊 这个敬拜这个亚斯塔路 这个女神的话 就要怎么呢 就是他们这个祭祀的 有一个仪式呢 就是和妙计行严 啊 和妙计行严 那么这个亚门人的 这个可证的神米勒公 这个米勒公呢 也有呢 就是翻译成就叫摩洛 下边也有啊 亚门人可证的神摩洛 米勒公和摩洛是一个意思啊 那么他呢 是为什么说他可证呢 因为他的祭祀的仪式呢 是啊 这个火烧这个婴孩献祭啊 那么这两种啊 都是呢 就是为神所所增悟的行为 比如说为神 为正常的人也应该是增悟的啊 但是所罗门呢 却随从西顿人和亚门人啊 去这个啊 去这个 给这些神呢 建筑秋毯 我们往下看 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不效法他父亲大魏 专心顺从耶和华 所罗门为摩洋可证的神基摩 和亚门人可证的神摩洛 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 建筑秋毯 他为那些像自己的神 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 就是他取来的妃嫔 也是这样行 那这里就很有意思了啊 所罗门在耶路撒冷 这边的山上啊 建了这个神的这个圣殿 啊 然后呢 他在对着耶路撒冷的啊 对面的山上 又为这些外邦的神啊 什么基摩呀 什么摩洛呀 给他们啊 建筑秋毯 然后让他这些外邦的啊 这些妃嫔们去敬拜 烧香祭拜他们的神 那你想 就是说所罗门 就是说他不是说 他不是说说那个不敬拜耶和华了 他还敬拜耶和华 然后呢 他同时还敬拜别神 那么也就是说 他不专心专意的侍奉耶和华了 那我们要知道啊 其实神 耶和华神是不会主动离开我们的 啊 不会说神说呢 神不要我们了 离开我们了 抛弃我们了 不是 都是我们怎么样 都是我们人呢 你看啊 你看我们 我们读这个圣经 你看是不是这样 都是人 离弃神 而在人离弃神的这个过程中呢 是啊 是就是先是一点点试探 是吧 哎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神呢 还会不断的 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提醒 来 呃 来管教啊 来警戒啊 有的时候啊 就是派别人 哈哈 是吧 比方说你看 这个耶和华曾经派西兰 是吧 哎 曾经派这个士巴女王 是吧 哎 然后呢 有的时候呢 是神直接显现 是吧 你看像耶和华曾经向所罗门 这个梦中显现 是吧 哎 有的时候呢 就是通过先知 是吧 哎 通过先知 来告诉你 然后有的时候呢 通过什么呢 通过 一些 一些具体的事情 就是让你失败 是吧 哎 让你跌倒 这是一种管教 是吧 就是说 在我们背离神的这个过程中啊 其实神是 一直呢 都是 在在挽救我们 在挽救我们 可是常常呢 人就会在什么 在神的不断的挽救中 人的这种挽梗 悖逆就表现出来了 你离神越来越远 然后呢 你的这个破口呢 就逐渐逐渐的就感染变成破伤风了 就就就就像那个癌细胞就扩散了 哎 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 啊 那就是这个所罗门已经 就是这种对神的这种背叛 已经开始敬拜别神了 你想啊 想一想摩西的十戒里边 前边的不就是讲人和神的关系吗 是吧 这是人和神的关系 是一个是一个十戒里边的根基啊 你的根基都动摇了啊 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啊 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 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 我们现在已经我们现在来历数历数啊 你看在这个生命纪十七章里边 是吧 我们我们上一讲不是也有回回顾吗 你看啊 当时这个是耶和华说了 是吧 不可为自己加添马皮 不可是百姓回埃及去 所罗门做了 对吧 然后耶和华还说呢 是吧 不可为自己多利非平 恐怕你的心偏邪 所罗门做了 不但多利 而且利了一千个啊 然后耶和华还说 不可为自己多鸡金眼 你想想所罗门 是吧 什么都是金子的 所有的眼器都是金子的 银子是吧 就不算个什么 像石头一样 所有神说不可的 所罗门都做了 乃至到最后开始敬拜别神了 所以耶和华对他说 你既行了这事 不遵守我吩咐 你守的约和律例 就我们刚刚说的那些啊 不可加添马皮 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 不可多利非平 是吧 不可为自己多鸡金颜 然后不可敬拜 随从别神 他全都做了 我必将你的国夺回 赐给你的臣子 就是你在想你子孙后代 是吧 这个国为永昌 这是做不到了 然而 因你父亲大位的缘故 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着事 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 就是说这个不是因为你 而是因为你父亲大位的缘故 所以我让你能够能够怎么能够活着 安然的这个一直到你的生命中了 你的这个以色列国在你手中仍然是完整的 是吧 但是在你儿子手中 这个国家一定是要分裂了 怎么分裂呢 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 要因我仆人大位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 还留你支派给你的儿子 所以神呢 就向所罗门呢 这个宣判了 就是要对他 对他 违背神吩咐他的 他应该守的约和律例 他要付出代价 那么这个地方呢 说神是怎么向这个所罗门 怎么向所罗门这个 说这些呢 这里没有说 没有明确的说 是神在梦中向所罗门显现呢 还是呢 神呢 就是通过呢 这个 这个乌林土民啊 是吧 还是神通过这个先知啊 这里面有血 那没有血呢 我们也就不要乱猜 总之呢 反正神是告诉所罗门了 反正神是告诉所罗门了 而且我们会发现 神告诉所罗门之后呢 所罗门没有任何反应 所罗门没有任何反应啊 所罗门没有啊 就是像大卫那样 是吧 神给他 给他说了什么 然后呢 就是向神 这个祈求啊 认罪啊 是吧 悔改啊 所罗门没有 我们可以 可以这样想啊 如果是神在梦中告诉所罗门 那所罗门很有可能 醒了之后 哎呀 做了个噩梦 是吧 哎 不大回事 是吧 那么如果是呢 这个啊 这个通过物理土名 向所罗门显现 所罗门可能说 这可能不太 不不不确实吧 是吧 那如果是先知呢 那所罗门可能 哎 他说的话 不能当真的 就是说所罗门呢 他的表现来说呢 他没有把神对他的啊 这种宣告 当做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来看待 嗯 那么也就是说 所罗门他自己其实也啊 就是违背了当初他自己 在这个限电的时候的那个祝福 大家想一下 他在限电的时候 他他都怎么祝福来的 回想一下 大家回想一下 回想一下在这个猎王纪上 第八章里边 就是所罗门在限电的时候 他不是说了吗 他不是说 这个啊 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 是吧 哎 然后呢 这个在殿里祈求祷告 承认你的民 得罪了你 但是又归向你是吧 那么求你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 对吧 他也不是说呢 是吧 这个你的民若得罪你 你向他们发怒 是吧 哎 那么如果他们啊 回心转意 恳求你 说我们有罪了 我们悖逆了 我们作恶了 是吧 那么求你啊 垂听他们的祈求祷告 是吧 然后他在为这个以色列的民 祝福的时候 不是也是说吗 说是 呃 这个呃 耶和华的神 愿神与我们同在 不撇下我们 不丢弃我们 是吧 哎 愿呢 神能够啊 就是聆听 我们的这个祷告 祈求 是吧 所以说那个时候 大家想想 那个时候啊 就是所罗门 他在四十多岁的时候 哎 他属灵的光景还比较好的时候 他知道这些 哎 就是说人是会犯罪的 人是会离弃神的 但是你犯了罪 离弃了神 神发怒了 神惩罚你了 如果你向神祈求祷告 神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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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听的 就会赦免的 可是呢 等到后来 所罗门他自己 啊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 灵 灵命 暗淡了之后呢 他犯了罪 然后神 啊 这个 用各种方式来管教他 来提醒他 不管用到最后神来给他宣告 审判 他却自己都忘了自己当初曾经给以色列众民所说的 哎 就是 你犯了罪 我们都会犯罪 犯了罪 我们要认罪 是吧 我们要悔改 我们要求求神的赦免 可是呢 他面对神给他说的这些话 你进行了这事 不遵守我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 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 然而因你父亲大位的缘故 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 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 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 要因我仆人大位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 还留一只支牌给你的儿子 他却没有任何反应 他没有马上认罪啊 是吧 祈求祷告 请求神的赦免 再给机会啊 是吧 然后回回转归回啊 他没有 他沉默了 哎 这就是呢 那句话怎么说的啊 就是在这个 罗马书里面有 那句话呢 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呢 常常是啊 我们 我们要 所愿意的善 我们所愿意的善啊 就是我们教导别人的时候 要所罗门是吧 做国王是吧 教导以色列人的时候 说的头头是道 是吧 哎 可是我们反不做 他自己却不做啊 然后 我所不愿意的恶 我倒去做啊 他教导你们 你们不要这样做 不要那么做 你们应该怎么做 你们应该怎么做 可是呢 应该做的他不做 不要做的他却做 事实上 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呢 就是成为第二个 第N个所罗门 这个是 真的挺遗憾的 那么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 这个主要就是呢 这两个方面 我的感受 我个人的感受 最深的 一个就是 神不会主动的离弃我们 如果当我们觉得 神啊 是吧 你为什么离弃我 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要好好想一想 我们曾经怎样 顽梗悖逆的 一步一步的啊 抛弃了神 无视神的劝勉 无视神的挽回 是吧 以至于惹着神大发起怒 要知道神有丰盛的慈爱 不轻易发怒 那如果神对我们发怒了 那一定是我们已经太不像样了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我们要时刻的提醒我们啊 有一句话吧 就这么说 当你要想劝勉你自己的时候 你就去劝别人 因为你劝别人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哇 你特别的 这个明晓势力 是吧 那也就是说什么呢 当我们劝勉别人的时候 我们也要把自己带入到别人 我们也要接受自己的劝勉 争取做到什么呢 我所愿意的善 我努力去做 我所不愿意的恶 我就努力的克制自己 不去做 这样呢 我们就会呢 离神更近一些 好 只有这样呢 才能够万事互相效力 让爱神的人得益出 如果我们总是给自己找借口 如果我们总是 说得好听 然后却行不出来 是吧 或者说呢 放纵自己 就是呢 说的是一套 做的是一套 是吧 而且呢 这个受到神的管教呢 还 还振振有词 还觉得神对我们太严厉 那我们呢 真是 就是 只能会一个管教 接着一个管教 而且我们还要感激 神还在管教我们 是吧 好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Rose 使今下 今天是2022年12月2日 这是一个悲神恩待的日子 还请弟兄姊妹们继续为我的眼睛祷告 我这眼睛特别不舒服 我现在 就是 你隔着眼镜应该也能看出来 就我 我这个比较萎靡 就是我 我看东西都是模糊的 这一天大部分时间都闭目养神 但是只要睁开眼睛就 眼睛就 就不舒服 非常的不舒服 希望弟兄姊妹们为我祷告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现在 OK 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转发 把我的节目推荐给更多的人